木兰诗 南北朝明歌 鸡鸡腹鸡鸡 木兰当户之 不闻鸡铸声 唯闻女叹息 问女何所思 问女何所意 女亦无所思 女亦无所意 昨夜见军帖 可汗大典兵 军书十二卷 卷卷有言明 阿爷无大儿 木兰无掌胸 愿为士安马 从此替爷争 东市买骏马 西市买安间 南市买配头 北市买长边 但此爷娘去 目宿黄河边 不闻爷娘换女声 但闻黄河流水明尖尖 但此黄河去 目至黑山头 不闻爷娘换女声 但闻燕山湖记明啾啾 万里复荣基 观山渡若飞 朔气传金拓 寒光照铁衣 将军百战死 壮士十年归 归来见天子 天子作明堂 策勋十二传 赏赐百千强 可汉问所欲 木兰不用上书郎 愿持千里足 送儿还故乡 爷娘闻女来 出锅相扶江 阿子闻妹来 当户礼红妆 小弟闻子来 磨刀霍霍像猪羊 开我东阁门 坐我西阁床 拖我战时袍 着我旧时长 当窗里云并 对镜贴花黄 出门看伙伴 伙伴接近忙 同行十二年 不知木兰是女郎 熊兔脚扑朔 瓷兔眼迷离 双兔傍地走 安能便我是熊瓷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 叹息声一声接着一声 木兰对着房门织布 听不见织布机织布缩的声音 只听见木兰在叹息 问木兰在想什么 在惦记什么 木兰答道 我也没在想什么 也没在惦记什么 昨天晚上看见了征兵的文书 君主在大规模征兵 征兵的名册有很多卷 每一卷上都有我父亲的名字 父亲没有大儿子 我没有兄长 木兰愿意为此到集市上 去买马鞍和马匹 从此开始代替父亲去征战 在集市各处购买骏 骏马鞍 鞍下的垫子 马脚子 江绳和马鞭 早上辞别父母上路 晚上宿营在黄河边 听不见父母呼唤女儿的声音 只听见黄河水奔横流淌的声音 早晨离开黄河上路 晚上到达黑山头 听不见父母呼唤女儿的声音 只听见胡人战马 啾啾的鸣叫声 不远万里奔赴战场 像飞一样地跨过一道道的关 越过一座座的山 北方的寒气传送着打羹的声音 冰冷的月光照在将士们的铠甲上 将士们身经百战 有的为国捐躯 有的转战多年 胜利归来 胜利归来朝见天子 天子坐在殿堂论功行赏 给木兰寄了很大的功勋 赏赐了很多财物 天子问木兰想要什么 木兰说不愿做尚书郎 希望能骑着千里马 快马加鞭送我回故乡 父母听说女儿回来了 互相搀扶着到城外迎接她 姐姐听说妹妹回来了 对着门户梳妆打扮起来 弟弟听说姐姐回来了 忙着霍霍的磨刀杀猪宰羊 开我东阁西阁的门 坐在我的床上 脱去打仗时穿的战袍 穿上以前的女儿装 面对窗户和镜子 梳理像云一样柔美的头发 额上贴上花黄 出门期间一起打仗的伙伴 伙伴们都很吃惊 征战同行这么多年 竟然不知木兰是个女子 提着兔子的耳朵悬在半空时 熊兔两只前脚时常动弹 雌兔两只眼睛时常眯着 所以容易辨认 熊死两只兔子贴着地面跑 怎么能辨别哪个是雄兔 哪个是雌兔呢 再读一遍 木兰诗 鸡鸡腹鸡鸡 木兰当护之 不闻鸡柱声 唯闻女叹息 问女何所思 问女何所意 女亦无所思 女亦无所意 昨夜建军帖 可汗大典兵 君书十二卷 卷卷有爷名 阿爷无大儿 木兰无掌兄 愿为士安玛 从此替爷争 东市买骏马 西市买安间 南市买配头 北市买长边 但此爷娘去 木塑黄河边 不闻爷娘换女声 但闻黄河流水 明尖尖 但此黄河去 木至黑山头 不闻爷娘换女生 但闻燕山湖记鸣鸠鸠 万里富荣基 观山杜若飞 朔气传金拓 韩光照铁衣 将军百战死 壮士十年归 归来见天子 天子做明堂 策勋十二传 赏赐 百千墙 可汗问所欲 木兰不用上书郎 愿持千里足 宋儿环顾香 爷娘文女来 出锅相扶江 阿子文妹来 当户礼红妆 小弟文子来 磨刀霍霍像猪羊 开我东阁门 坐我西阁床 拖我战时袍 啄我旧时长 当窗里云病 对镜贴花黄 出门看伙伴 伙伴皆经忙 同行十二年 不知木兰是女郎 熊兔脚扑朔 瓷兔也迷离 双兔帮地走 安能辨我 是熊瓷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